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太担心 他自己公司自己的股票都不担心 他说如果我担心的话 我不会把我的亲朋好友 所有的钱都押到我自己公司里面 但是他真正担心的是核战争 核战争跟大疫情 这是他基本上是这么个说法 我们现在看到报道是来自Newsmax 所以这张照片那个人是帮着巴菲特管理公司的人 他们原来是好 他们就是大家是好朋友 他自己原来的公司后来被巴菲特给买断了 巴菲特当时1965年买断这家公司 然后现在成为了美国最著名 就是最具有价值的这么一家公司 大概价值7000亿 那巴菲特目前自己的资产1130亿 那这段故事 这段讨论的故事的基础呢 是跟美国银行有关系 我们知道美国银行出现了巨大灾难 川普在昨天的一个对话当中 他就那么一段话 川普在昨天对话当中太认为 他说美国会出现大倒退的 他认为美国会出现大衰退 但是他只用那么段话 我没有看到他完整的 因为川普昨天应该说 从记录上看 他讲了很长的时间 涉及到所有的问题 所以到今天呢 我没有看到媒体把他的话 作为一个主要内容 某一个主要内容拿出来 因为昨天晚上 他在佛州的活动 佛罗里达州的活动 没有预先通告 他是突然的进行的 所以就有这么个背景 那但他确实讲说 美国在经历着 会有更大的一种衰败 但巴菲特不这么认为 巴菲特认为呢 银行的这种出现崩溃 美国银行出现的问题 他认为银行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你将会看到更多的银行会倒闭 这是巴菲特讲的 但是他认为储蓄 储户没有问题 他说你储户你放心 他这个说法也满要去的 因为美国呢 美国政府对储户的这种保证呢 大概是20万美元到25万美元 我印象上次我们看到的是25万美元 所以作为一般的储户 哪里会有25万现金在银行里面 所以这个情况并不是很多 真的拥有25万现金在银行里的 那是非常富有的人 非常富有 因为他是现金来的 他不是别的 他除了他各种投资之外 那有多少人拥有这么一份 所以超过25万现金的 超额的部分 政府不基于担保的话 所以他受损失的人 应该是很有钱的人 而不是普通人 所以这个巴菲特讲这个话呢 有他基础 从发到现在 我们看到美国几家银行倒闭之后呢 我们并没有看到储户有着太大的影响 没有 所以但银行倒闭的风波 在社交媒体上 在行业当中 没有太提 真的没有太提 第一共和国银行呢 在传说倒闭的过程中呢 并没有倒闭 也就是说 美国政府所出台的 以及他金融体系内部 进行银行救援 大的银行去救助这些 其他几个银行 联手去救助一个银行 似乎产生作用 但是没有解决问题 所以在巴菲特的眼睛里 他不认为银行的问题 能以解决 如果银行问题不解决的话 其实跟通货膨胀有关系 那美国如果持续加息 他想保住美元的话 那对银行的打击 是显然一见的 所以应该讲说 美国处在一种 就是乃至全球 西方社会处在一种 很复杂的 我个人以为 很复杂的一个背景 那这种倒退 跟背景的本身呢 是有着一个大的框架 倒退15年 倒退20年 他是有这么一个大的框架 所以作为巴菲特来讲 他自己呢 也蛮实在的 他认为 他的公司 他自己的公司 依然很健康 他认为 他也没有认为股票 一定会有什么样波动 但是呢 真正的问题 在核战争身上 和大流行病身上 那这个标题这么来做呢 我们 我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 很难去判断 巴菲特的 他今天 作为他道德观念 或者说意识形态观念 在与这个 比尔盖茨有多大区别 因为毕竟 他与比尔盖茨的时间很长 那毕竟 他跟我们看到的 全球主义也好 大重制也好 跟这么一批人 一直在最顶尖上 包括华尔街这些人 他一直在最顶尖上 但是呢 巴菲特很少露面 很少公开发表评论 如果担心核战争 和大流行病的话 核战争 是我们看到 就是中共国 俄罗斯 伊朗 对吧 他独裁者联盟 联维一体 在跟美国抗争 真的在跟美国抗争 而在跟美国的抗争的过程中呢 他以核威胁的方式 凝聚了他们自己的力量 来在金融上 在美元 在这个抛弃美元的基础上 在这方面在进行努力 他确实是这么 在这么做 我们现在陆续的看到一些交易 他今天登了一个伊朗的一笔交易 跟俄罗斯的一笔交易 大概牵扯到的债务呢 大概三亿多 他三亿多本身呢 他是用卢布计算的 在卢布计算的时候 在合同上 卢布计算的时候 却用了人民币进行支付手段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他赚来赚去 就是抛弃美元 那卢布计算应该是跟 因为是跟俄罗斯的生意 而结算用人民币 来把人民币推到 把人民币推到前沿 去跟美元抗争 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那不可能的故事 他为什么这么做 就是人民币代替美元的可能性很少 那他今天处于初期阶段 就是来趁着美国经济本身的 不健康 美国政府本身的 很不健康的某些行为 其实目的是在搞乱美国 我以为目的是搞乱美国 而并不是说 他有多大能力去取代美元 这是完全两个概念 所以让美国自身乱 那核战争的威胁跟大流行病 其实都有这个成分 大流行病会不会再爆发 其实很多明白的人都知道 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因为从他的背景 从他的这个源头 这次流行病的源头和背景 以及应对的方式 人间社会就是普通正常的社会 都缺少了正常的应对方式 太多真相被掩盖 太多的真相被掩盖了 而核战争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对垒当中的 一种大的社会的风格 就是人类社会 世界形态 格局的重新风格 而这种格局的风格 是用核武器作为最后的威胁手段 他敢不敢用 可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确实是用核武器在进行威胁 那以俄罗斯为代表 所以这就是 作为巴菲特 他说我都92岁了 我什么都不担心 我的公司也不担心 但他为什么担心这个 他担心这个呢 他已经92岁了 已经活够本了 他为什么还要担心核战争 和这个和大流行病 而他跟整个西方社会的 这全球主义的上层的人 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他自己是不是全球主义 他自己是不是大重制当中的一分子 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所以在我眼睛里看到呢 就是说与其说他的论断 不如说呢 在今天的分杂的社会环境中 这些众所周知的头面人物 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在表达着什么 我觉得在表达什么 这篇简单内容 他这么讲了 核战争跟未来的大流行病 他认为是最主要 而不是公司或者经济 他说那个让他睡不着觉 但92岁了 担心核战争睡不着觉 什么意思 对吧 这是一个 我以为这里头有背景的 他在CNBC的采访当中认为呢 他的公司 他的公司本身很好 真正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公司 而是外面的一切 外面的一切 然后他说 这些担心的是核武器 和将来要爆发的疫情 而这些东西呢 对于我们来讲 又是无能为力 他说 对于我们来讲 因为我们对它是无能为力的 所以我就睡不着觉 我睡不着觉 我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事情 真的这是个矛盾的故事 90多岁了 为这种事睡不着觉 而这种事又是控制不了的 那代表着什么含义 对吧 那公司 他的公司 他的股票都可以控制 他可以操控 唯一他不能操控的 核战争来自于俄罗斯 那中共病毒来自于中共国 他控制不了 让他害怕 所以我个人坚持认为 这里头背后有故事 就是这个巴菲特讲这番话呢 其实有着他背景 有着他个人背景 所知道的某些资讯 而这一份资讯呢 有着一种失控的可能 这种失控的可能 跟他自己的 就是他控制不了的内容 中共病毒跟核战争 是因为他可以控制的部分 而出现了对抗 真的我个人以为是这样 所以这些人 他们想在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 文章提到他自己的财富 然后提到说 美国跟俄罗斯 朝鲜 伊朗发生了冲突 可能更大 可能会很大 联合国的财军负责人警告说呢 目前面临更大的核事故的风险 甚至更严重 乌俄战争的故事 然后 莫斯科很多人 呼吁他使用 呼吁普京使用核武器 那普京呢 已经把核武器调到了白俄罗斯 包括一些模拟的战争 这些呢 我个人觉得这些 他就是 就是我只能说有背景 他谈到了银行倒闭 他不认为银行倒闭的危机结束了 但是个人储户应该没有 他说没有太多问题 真正丢钱的是银行的老板 控股公司 控制债务公司 他们会损失很多钱 普通人储户应该没事的 你不需要把这些银行家们的愚蠢 变成是整个美国公民 对他们不需要的这种事情的恐慌 这是他自己的看法 所以对股票他认为OK 这个话谈的呢 就是我自己觉得 不能让我百分之百相信他 说起心里话 不敢百分之百相信 相信这一份言论